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8月8日 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如果你想投Vidom 如果换模板 或者说你有一些文章 像从News with Draw 然后转投Vidom 2025 你应该如何去换这个模板 希望这个视频能帮助大家 也能剪较大家时间 这个视频就是帮大家介绍一下 Vidom的换模板 就是首先这是一些 就是以往换模板视频的一些 就是链接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这个是第一页 这个是第二页 对然后这个是第三页 这个是关于去VIR 包含2025的相关内容 对然后首先你这个换模板 第一步你需要把这个 以前的东西的这个东西 就是style文件 放到这个trash folder里面去 然后第二步 你要去这个Vidom的官网 去找这个他们的模板guideline 然后你先就点到这个 couple paper这个link里面 你会看到它这个地方 要求你要用这个ACM format 然后注意到它这里说 你要用这个format 然后你要用如下的 就document class里面 有sigcon,anonymous和review 这三个参数这个format 然后第三步的话 你需要到ACM的官网 去找对应的这个ACM模板的链接 然后这个官网非常好 它给了一个overleaf的link 然后你点到这个overleaf的link里面 然后你它会有一个 ACM conference的template 然后你点open template 你就可以在你的overleaf里面 看到它的text file 然后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的text file 首先就是你需要 就我们先预览一下 就是wisdom它大概是什么样子 然后你就把这个49行这里 换成它要求的sigconf anonymous和review 然后这里的话 你可以发现 它其实要求是一个双栏 然后这就是它预期的一个效果 然后我们只需要把我们的 换成这个效果就可以了 然后第六部的话 它这个是有行号的吗 它换完之后 换完之后的paper是有行号的 所以在这里 好 然后第六部的话 你是需要把ACM的这些文件 都就是style文件 考到自己的overleaf里面 然后就我考的这些文件 就是大概是这些 第七部的话 就是你能够说一下 一共有几个文件要考吗 就是以及就是说 你可以就是你只好需要 说一下有几个文件 以及把它们文件名字读 你可以读的不标准 但是你需要读一下 因为很多人可能是在听这个视频 他不是在看这个视频 明白 好 就是这里总共有七个文件 要从这个ACM的这个tamphead 考到我们的overleaf里面 然后第一个文件是 ACM Reference Format BST 这个文件是 就是指定你的 Bibliography的一些格式 第二个是ACM ACM Art的COS这个文件 这个也是指定了一些 你的text文件里面的一些格式 第三个是ACM Author Year BBX 然后第四个是ACM Author Year CBX 第五个是ACM Data Model DBX 然后还有ACM Numeric DBX ACM Numeric CBX 就是后五个 就我不知道他们是干嘛 但是我就把它们考过来 OK 然后第七步是 我们需要把ACM Template的 49到78行 Copy到我们自己的 Main Text的第九行的位置 然后这个右图呢 是ACM Template的第49到78行 然后这个主要包含了 就是Document Class 然后以及一些ACM Conference 一些基本信息 你要把这个复制到你的剪贴板 然后你来到你自己的Overleaf Project 然后找到你第九行的位置 把它们粘过来 然后粘过来之后 就是长右图这个样子 OK 然后下一步呢 我们需要调整一些 我们在写paper里面 用到一些package 然后这个操作就是说 你来到你的第46到59行 你把你需要用到的package 然后放到srcav的else分支里面 注意这里我们要注入叫 AMS Symbol Package 因为这个package里面 会有一个definition和ACM Template的 definition冲突 然后所以说我们要把它注掉 你注掉的时候 你应该用你的name tag 在那个65行后面 写个comments 把你刚才说的对话写上去 好的 就是你过了半年 一年之后 你就忘了为啥要注这个 所以你在模板里面 做任何事情 最好都能写一些comments 留一些注释 明白 这个听懂吗 我听懂 OK 就是我们这个 如果对模板 进了一些奇怪的操作 需要写下注释的时候 就为什么要做 就是你们最好的 最好就是你们每次modify main tags的时候 最好都在那一行后面 写一些注释 就是写你们 首先是谁 是你modify了 完全把名字写上上 对吧 猫好 然后为什么要猫的 给一些基本的原因 给一些提示 这样的话 别人在待来前 找不见你人 他依然可以做一些事情 对吧 这个东西 对 就是这样 然后下一步是 我们继续换那个模板 然后下一步是 我们主要是 这一步是处理的 这一步应该是处理的 begin abstract 后面的一些东西 然后这个主要是 你需要在 ASM template的217行 到264行 把这个CCS XML 这个部分 然后复照 你剪切版 然后这个 在我的main tags 对应的位置应该是239行的地方 然后就是在ubstract之后 然后你把这个东西 都复制到你ubstract之后 然后我们观察 就是ASM template 它其实是在 这部分之后 有个make title 然后这个地方 你也需要再把make title 加过来 然后这个地方 其实可以注意的东西 是说 这个ASM template 它的make title 其实是ubstract之后的 这个和我们以前 用的那些模板 都是不太一样的 OK 然后做完这些之后 我们需要注掉 你复制过来的 第280行到285行的 这个teaser figure 因为我们的paper 一般不会有 这个teaser figure 然后他们在 我们把它注掉就可以了 第10步是我们改它的reference reference的时候 这个你就去翻到 maintext的308行 然后把这个bibliography style 然后acm reference format 加上去就可以了 然后注意这个 其实加了appendix前面的 他们的reference OK 然后第11步往后 就是说 我们需要在 它这个maintext里面 有些关于acm的基本内容 然后我们需要 把这些信息填好 第一步我们是看 那个maintext的23到31行 然后这里写了 就这里写了一个 就你的copyright copyright year 然后acm year 这个东西你要改成 就是我们理解 应该改成2025年 这个是根据我们的推测改的 然后初次转 然后你还要把acm conference 改成你要投的wisdom25 然后你从官网上 可以搜到它 它就是第18届 这个wisdom 然后它的 以及它的会议时间 还有它的会议地点 就贴到这里 就改到这里就可以了 然后12步的话 你是需要继续改 这个ccsxml内容 然后这个主要是 就是因为acm 会给你的paper 做一个分类 所以说你要 去acm的网站上 然后把这个分类的 送程的code贴过来 首先你要来到这个网站 就是acm的ccs网站 然后你从底下的这个分类里面 挑一个和你paper最相关的一个主题 写到这个主题之后 你会发现它 它到上面去了 然后这个时候你还可以选择 更细分的领域主题 然后你也可以这个时候 又生成这个code 所以说如果细分领域没有 你想要的话 你就直接生成这个con 加这个concept就可以了 然后这里我们就直接加了这个concept 我有个问题 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ccs 我之前 CAMERADY的时候会加这个玩意儿 这个头的时候也要写这玩意儿吗 这个我不确定 我不确定 我现在背了保险鞋 你们也可以加上吗 对 好 你这下吧 然后你 比如说这里我们选择了一个大领域 然后我们就要assign这个ccsconcept 然后点到这个按钮之后呢 你会把 确认把它加上去 加上去之后 你就会发现 你的屏幕右边会出现一个ccsconcept 这个时候你要点这个generatecode 然后它又会生成一份这样的code 然后你把这个code全部复制一下 然后粘到刚刚我们所说的 这个242行的位置 把这个全部替换掉 这样的话 把你的这个东西就改好 对 然后最后一个部分是 你要改你的main text257行的keywords 然后这个就是你写一些 关于你paper 你觉得你paper比较重要的keywords 就可以了 对 对 然后这是最后一页 OK 希望这个视频能帮助大家 今天这个就先掉了 我去把这个视频先剪了